第61章 意外的来访者 听到月亮先生的问题 魔术师福尔斯显些脱口而出清楚 非常清楚 只是不太了解过程中的细节 不过 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的嘴巴 略感畏惧地 看了眼青铜长桌最下方的世界先生 几乎是同时 道调人阿尔杰 正义奥黛利和赢者 加德利亚结合之前的推测 隐约猜到了 贝克兰德东区发生的严重事件 是极光辉那位神使被刺杀 被世界刺杀 而因为不是观众 无法从眼神中品读出答案 福尔斯只好对着月亮艾姆林勉强笑道 具体是什么 我无法回答你 我只知道 当时出现了风暴领域半神级的非凡能力 这让风暴教会高度重视 他没敢代替世界先生 讲出事情的原委 只是简单描述了下自己见到的情况 在他想来 如果世界先生愿意泄露此事 自己肯定会做补充 风暴领域半神级的非凡能力 正义奥黛利等人一阵错愕 本能地怀疑起自己刚才的猜测是否正确 他们之前都认为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是那位极光会神使死后形成的物品 所以 世界刺杀对方前 根本没可能介于者先生的帮助 记录下半神级的能力 东区涉及超凡的严重事件 与世界先生无关 不 福尔斯刚才那一眼 足以说明 就是世界先生弄出来的 可是 风暴领域的半神级非凡能力 又为什么会出现呢 一个可能是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并非这次刺杀的收获 原本就属于福尔斯 另一个可能是风暴教会的书籍主教 或持有相应风暴物的非凡者 做出了攻击 如果是前者 能让世界先生 动用半神级的非凡能力 说明那位神使相当强大 而且背后存在着一位圣者 若是后者 世界先生能在这样的攻击下安然离开 足以说明他的恐怖 当然 不排除 他故意引导风暴教会的人与极光会的神使相遇 趁半神级的战斗爆发 场面异常混乱 高效率地完成了刺杀 正义 奥黛利从自己观察到的种种细节出发 大致有了几个猜测 而每一个猜测 都说明着同一件事情 世界 有实力 有智商 有支持 有行动力 是半神以下最顶尖的序列物之一 真是恐怖啊 不愧是语者先生的卷者 等到了有教堂的地方 我应该就能弄清楚 这件事情的细节 岛调人 阿尔杰也有了初步的判断 内心一阵唏嘘 只能安慰自己 有了这样的帮手 对那座原始岛屿的探索 将容易不少 至于赢者加德利亚 和正义奥黛利的想法差不多 并打算向神秘女王询问一下情况 这位黎明浩的主人 之前在信中透露过自己 最近正停留于贝克兰德 风暴领域半神级的非凡能力 月亮埃姆林略感 头疼地重复着魔术师小姐的话语 虽然她喜欢待在家里 不爱外出 但身在大都市 时不时又得去医院弄点血喝 一些常识还是具备的 再加上长辈们的提醒和教导 对待法者 职业者 机械之心等官方组织 其实有着足够深刻的了解 明白这样一起严重事件 会对周围区域带来怎样的影响 如果没有良好的伪装 就这样潜入东区 说不定还未靠近目标 就被待法者们给暗岛抓住了 虽然我有母神教会的身份 不至于被关到地底 或成为封印武研究人员 但这也意味着行动失败 或许还会被拿走 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这个阶段 走下水道更为危险 那里不知道潜伏了多少官方非凡者 埃姆林忽然发现 看似轻松的任务 一下变得很困难 她很快有了决定 那就是在傍晚后深夜前行动 这个时间段里 东区的底层民众 会陆陆续续从工作地方返回 天色虽黑 街上却很热闹 就算待法者 人数再多十倍 也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严格的监控 分辨出每一个可疑者 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策划好行动 争取动静很小地解决掉 那两个人造吸血鬼 嗯 得考虑战斗激烈 无法隐瞒的情况 等等 魔术师小姐刚才提过 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里有传送这个非凡能力 问题解决了 月亮埃姆林获得松了口气 轻笑一声道 我会注意的 她这句话说得非常平静 显得很有信心 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哼 埃姆林这家伙 先为难后放松 90%是想到了 莱曼诺旅行笔记里 那个旅行家之门 如果不是抽到了旅行 我肯定会附加条件 那就是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使用前 谁也不能动乃野魔法书 克莱恩在心里吃笑了两声 没有开口 对他来说 因为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内 只有那一个旅行家之门 所以 往返原始岛屿的过程中 必然会动用蠕动的饥饿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尽情压榨手套 反正不管怎么样 都是要为一个死刑犯的 不能浪费 总之 我提醒过你了 魔术师弗尔斯不再多说 只希望月亮先生 能一切顺利 这时 倒调人阿尔杰侧头望向了旁边的小太阳 你还在白银城 是的 最近的任务是熟悉能力 并巡逻周围区域 太阳戴里克 没有一点隐瞒地回答道 阿尔杰沉映了下道 那位牧羊人长老 最近没来找过你 没有 戴里克顿了下道 六人意识团 似乎在忙前任首席林寝的事情 具体是什么 我没有权限知道 克莱恩听小太阳 提过白银城的前任首席 说他修建了一座深入地底的林寝 并搬了进去 之后再位出来 疑似想转到死神 途径的序列三失败 也不知道林寝内部发生了什么 我的灵性直觉告诉我 这隐藏着危险 克莱恩还未开口 就听道调人阿尔杰道 你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这个关键阶段 研究前任首席的林寝不会简单 这可能给你带来危险 嗯 太阳戴里克用力点头道 我会尽量想办法 弄清楚具体情况的 交流继续往下进行 因为这周内 各自遇到的事情不多 这个环节很快就步入了尾声 塔罗会众位成员 开始对太阳 做外界神秘学语言的教导 并从他那里学习些古代神话 这个过程中 正义奥黛丽 有略感失落和沮丧 因为他这次聚会里 既没有买什么 也为分享什么 参与度显得不够 哎 我的生活太平静太安稳了 没有事情可以分享 不过 这也正常 作为东切斯特伯爵 王国排名前三的大银行家的女儿 如果还会经常遭遇非凡事件 每周都过得又惊险又刺激 那只能说明 现有的社会分层 政治结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超凡世界的秩序 必然会有根本性的颠覆性的改变 等回到贝克兰德 和心理炼金会联系增多 就能改善这种状况了 奥黛丽迅速变得乐观 站起身来 向语者先生行礼告辞 他这半年来 因为有苏倩的刺激 真的看了不少有用的书籍 在思考的深度和成熟度上 和以往相比 有了较大提升 贝克兰德北区 伯克伦德街160号 结束了塔罗会的克莱恩 走至卧室附带的阳台上 眺望起周围绿化很好的环境 有了魔术师 小姐出租莱曼诺旅行笔记的尝试 以后塔罗会上经常交易的事物 肯定会多出一种 他们或许还没这方面的意识 没想过自己的非凡能力 也能够受卖 等租赁行为多了 总会有人在交易环节提出 谁能帮忙记录某某方面的能力 到时候 拥有不少神奇物品的我 可以稳定地提供多个领域的非凡能力 这不会卖得太贵 但胜在持久 经常都有人需要 哼 不知道谁会第一个鼓起勇气 向愚者请求帮忙 希望能记录下半神级的能力 这需要等价交换 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 如果没有谁敢于走出这一步 害怕亵渎神灵 我可以让世界做个示范 毕竟愚者先生 从开始就表现得很亲和很随意 只要不犯错 类似的交易都可能答应 有了前面承接迎者女士的势力 相信不会有人因此轻视愚者 他们只会又荣幸又欣喜又惶恐 克莱恩思绪分成的想着塔罗会的事情 对之后的非凡能力交易充满期待 就在这时 他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请进 并脚斑白的道恩 唐太斯转身开口道 把手转动 房门打开 带着白手套的管家瓦尔特走了进来 恭敬说道 先生 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玛丽太太前来拜访您 您要见他吗 玛丽 肖特 考英武公司那位大股东 曾经请我调查过他前夫偷情事件的夫人 他来找我做什么 不会是看上道恩 唐太斯了吧 克莱恩略感疑惑地含笑点头道 差不多到下午茶时间了 让我们提前一点吧 好的 我会请玛丽太太到二楼起居室 瓦尔特毫无难度地理解了雇主的意思 克莱恩轻轻汗手 没再多说 与贴身南普里查德森的帮助下 穿好外套 下至二楼 很快 他在起居室内 见到了颧骨较高的玛丽太太 这位夫人穿着深蓝色的衣裙 饰品典雅 浮华内敛 与去年相比 显得更有品味 更有气质 下午好 女士 我一直都想着 什么时候能去拜访你 听你讲一讲 做贝克兰德大气污染调查事发生的事情 克莱恩主动但客气地开口道 玛丽含笑回应道 可惜 我还没有等到 寒暄了几句最近的天气后 坐在单人沙发上的克莱恩端起骨瓷茶杯道 女士 你似乎有为难的事情 他有看出玛丽在犹豫 玛丽半笑半叹了一声道 你的见识你的智慧 我都有听说 相信你是一位有卓越眼光的绅士 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兴趣 收购一些考英姆公司的股份 为什么 女士 你遇到困难了吗 克莱恩沉稳反问道 玛丽摇了摇头 是别人要出售 第62章 短期投资 别人要出售 克莱恩琢磨着这句话 没立刻反问 等到女仆进来 将下午茶的银色三层托盘放好离开 才微笑开口道 女士 你为什么不自己收购 哪怕是盲人 也能知道 未来的鲁恩 只会越来越重视环境污染的治理 所以 主营无烟煤和优质木炭的考英姆公司 必然会有非常良好的前景 价值50万磅 甚至100万磅 都不再是幻想 当然 前提是 公司的管理 能够跟得上相应的扩张 这种情况下 收购考英姆的股份 是绝对赚钱的生意 如果我是你 即使背负上沉重的债务 也会自己拿下 玛丽用两根手指 从最下层的银色托盘里 碾了块小黄瓜三明治 轻咬了一口 缓慢咀嚼 咽入肚中 有了这样的缓冲 他终于组织好了语言 自从治理大气污染的法案通过 考英姆公司得到飞速发展 股东们的面孔就开始更换 你知道的 那些追逐金钱的人在这方面 总是有着敏锐的嗅觉 而他们背后 往往藏着一些大人物 如果我不是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没有借此认识不少贵族和政府高级雇员 我想我也会承受压力 不得不在一个相对不错的价格 将手里的股份卖出 得到还算可以的收益 然后退出这个舞台 可就算这样 大量的股份也在飞速集中 我快要失去最大股东的地位 不再有主导公司的能力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财产 我不想就这样 让它成为别人的玩具 我希望它能一步步发展为贝克兰德 甚至整个鲁温王国 最大的无烟煤和优质木炭供应商 我不是没尝试过其他办法 我质押股权 变卖房产庄园 将绝大部分流动资金投入进去 暗地里吸纳了15%的股份 并且请周围值得信赖的朋友们帮忙 总计拿下了10%的股份 加上我原本拥有的20% 能掌握的达到了45% 这次是一位小股东 突然打算抛售手里的3%股份 而我和我的朋友们 暂时没有足够的金钱拿下 这就是商场上的斗争啊 习惯于非凡者对抗的克莱恩 还是初次遇上这种事情 感觉又新鲜又陌生 他同样伸手 从三层银色托盘最下面 拿了块加优质火腿肉的三明治 边吃边思考十几秒道 你们后续吸纳的股份 应该也能做质押吧 时间上来不及了 那边已经开价 随时能够交易 玛丽吃掉手中剩余的食物道 克莱恩壮丝轻松地 向后靠出沙发被盗 为什么找我 听到对方这么提问 玛丽稍微松了口气 第一 你肯定带了不少 现金到贝克兰德来 不需要再通过别的办法筹集 第二 你刚来贝克兰德和那边 和各个方面都没什么深入的牵扯 这是我能找的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 坦白地讲 这也就意味着 我不害怕你违背签订的协议 即使你主动靠拢那边 他们也得考虑 是否值得为此对抗法律 第三 虽然之前只有一次碰面 但我认为 你是一个有见识有智慧 也有绅士风度的人 这夸的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 这也说明道恩 唐太斯的扮演达到了效果 至少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是一个有阅历有能力的中年绅士 而且 手里拿着大量的现金 不知该投资什么 嗯 原本的16943磅 加魔术师小姐那里的5000 不 6000磅 以及 X先生提供的48磅 我总计有22991磅现金 加5美金币 哪怕扣掉欠信使小姐的5987磅 也算是真正的富翁啊 许多资产10万磅的人 流动资金也达不到这个数目 克莱恩忍不住算了下自己的财产 韩笑问道 女士 你希望我做什么事情 玛丽喝了口红茶 流畅地说道 吸拿那3%股份 而在此之前 我会和你签订两份协议 一是三个月后 强制买下你手里股份的协议 并以这段时间内 股票价格的最高点为计算标准 相应的税款由我负担 二是一致行动人协议 另外 我会让你成为考一母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享受相应的福利 监督公司发展 并帮助你更好地进入上流社会 听起来稳赚不赔啊 相当于我提供一笔借款 玛丽夫人回报一定的利息 和社交方面的资源 而比起债务协议 我手里至少拿着一个优质公司的股份 更有保障 毕竟我和他只能算是陌生人 当然 前提是考一母公司本身没出问题 嗯 这也就是他让我成为董事的原因 克莱恩分析着玛丽夫人开出的条件 逐渐有点心动 在他看来 道恩 唐太斯这个身份 必然会存在投资行为 否则很容易被怀疑 那么 选择什么样的投资 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尤其还得考虑到 道恩 唐太斯随时可能因为行动成功或失败 不得不放弃现有的一切 离开贝克兰德 到时候 钱有机会带走 股份就别想了 这种可以快速回收资金的投资 正符合我的需求 说不定还能赚不少 克莱恩思考了一阵 温和笑道 帮一位女士解决困难 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玛丽夫人顿时放松了下来 她正要开口 就听见道恩 唐太斯嗓音很有雌性地继续说道 不过 我对任何的投资行为都相当谨慎 我会聘请一个律师和会计团队 调查考一亩公司的状况 尽快得出结论 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合作愉快 除了这个 我还会做下占卜 克莱恩默默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这是应该的 玛丽夫人露出笑容道 这方面的开支 我会承担的 克莱恩没有拒绝 点了下头道 那3%股份目前价值多少 正常估价是9600� 但那位股东认为 以考一亩公司的发展前景 但那位股东认为 以考一亩公司的发展前景 不能低于12000磅 玛丽夫人给出了具体的信息 呼 克莱恩用一副平静悠然的样子笑道 还好 道恩 唐太斯果然很有钱 玛丽夫人念头一转 主动说道 道恩 我可以邀请你 明天去参观考一亩公司吗 这正是我的愿望 克莱恩笑着回应道 与此同时 他忍不住想到了一件事情 以前房东斯塔林 萨木尔的先生 应该还在考一亩公司担任经理 又是一位熟人啊 但不是道恩 唐太斯的 克莱恩内心莫名有点唏嘘 夜晚八点 进入东区的各条道路上 行人依旧众多 皮色非常明显 而这样的状况 会一直维持到近十点 埃姆林 怀特换了深灰蓝色的工人服装 戴了顶压舌帽 坐在贝克兰德桥区域的街巷里 观察着来来往往的平民们 他虽然没有桥装打扮的经验 但至少有眼睛有脑子 只是旁观了一阵 就发现自己身上存在不少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 和衣物肮脏 且多有破烂处的平民们相比 他下午刚从商店 买回来的工人服装 显得太心太干净 非常容易引来别人的注视 埃姆林想了想 返回阴暗的巷子里 伸出手指 根据先前观察到的现象 将衣物容易破损的地方 全部弄烂 然后 他环顾了一圈 脸部肌肉逐渐扭曲了起来 带着嫌弃抗拒的表情 埃姆林来到墙边 闭上眼睛 将那些肮脏的事物 蹭到了衣服上 裤子上 玫瑰的味道 腐烂淤泥的味道 尿 尿的味道 埃姆林下意识生长 捂住嘴巴 险些呕吐出来 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拥有超凡嗅觉 不一定是好事 经过几分钟的煎熬 埃姆林终于完成了伪装 就连那张俊美的脸庞 都沾上了不少玫瑰 借着这样的装扮 他略弯背部 跟随人潮 快步进入了东区 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那就是他并不认路 他根本不知道 灰烟街和白金街 分别位于东区哪个地方 而这里的路牌 大部分都被人为损坏了 刺杀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埃姆林咕弄了一句 开始找人问路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努力 他终于来到了灰烟街 这里道路狭窄 两边的建筑挨得很近 哪怕在白天 也显得非常昏沉 到了晚上 更是有种让人畏惧的森染与阴暗 可对血族来说 这样的环境相当不错 唯一的问题是 太脏太乱 喷了消除气味的药剂后 埃姆林进入六号那栋公寓 上至三楼 捏着鼻子 靠近了公共观喜室 立到了原始月亮 信徒阿尔格斯的房间外 埃姆林侧耳听了一下 疑惑地松开了 捏住鼻子手指 这一刻 他险些被公共观喜室里 传出的恶臭味道 熏得晕厥过去 好不容易才将注意力 放置房间内 他的嗅觉告诉他 里面没有人 也没有尸体 搬走了 外出还未回来 埃姆林有些呆愣得无声自语 他没想到 这次的狩猎会如此不顺利 强行收敛住思绪 埃姆林离开这栋公寓 快步赶去了白金街19号 这一次 他欣喜地发现 房间内有人 加利斯 凯文在家 就在这时 埃姆林闻到了另一个人的味道 这与灰烟街阿尔格斯房间内的味道 非常接近 两个人 房间内有两个人 阿尔格斯不在家 是因为来找加利斯 凯文了 两个人 埃姆林的表情 忽然又有些呆滞 只是一对一 他半点都不担心 可如果一对二 哪怕拿着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他也有点畏惧 毕竟那是两个人造吸血鬼 实力都不差 第六十三章 乃姆 作为一个喜欢待在家里的血族 埃姆林这么多年以来 参与过的战斗 用一只手都能够数清 而且从没有试过以异敌多 无论是对付上次那个原始月亮的信徒 还是抗衡丰收教堂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他都基本占据了数量的优势 最差也是一对一 想起自己一家三口 都没能打赢半巨人主教的事情 埃姆林的脸色逐渐变绿 似乎又回忆起了 当初在丰收教堂遭遇的折磨 因为来往房客不少 而加利斯 凯文这个人造吸血鬼 同样有着敏锐的感官 他没敢在门外停留太久 很快越过那里 一路走向过道的尽头 藏身于黑暗之中 接下来该怎么做 埃姆林被移挡住了飞红月光的杂物 思绪飞快运转 试图从自己少的可怜的经验里 找出对策 渐渐地 道调人教导太阳的一些话语 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耐心是应对很多情况的重要前提 懂得克制自己的冲动和急躁 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风险 有的时候 营姆林很重要 营姆林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他打算潜藏在这里 等待阿尔格斯离开 这里不是这个人造吸血鬼的住所 他必然会离开 到时候 营姆林又能一对一解决问题了 耐心 隐忍 等待 营姆林在心里重复起类似的单词 以此对抗周围环境 对他造成的伤害 公寓一楼的空气里 弥漫着尿的骚味 潮湿水腐味 大便没冲洗干净的味道 劣质煤炭燃烧产生的刺鼻味道 许多天没有清洗的汗臭味 某些房客自带的浓烈气味 以及各种酸涩的 难闻的 恶心的味道 它们混杂在一起 就像毒药一样 侵蚀着埃姆林的感官 生平第一次 埃姆林想割掉自己的鼻子 有种正在深渊 正在地域承受折磨的感觉 耐心 隐忍 等待 他机械地背诵着守则 觉得每一秒都是那样的漫长 终于 他看见加利斯 凯文的房门被打开 一道肤色深踪 体型瘦血的身影走了出来 侧脸颧骨突出 鼻梁很高 尖端微钩 正是原始月亮的信徒 阿尔格斯 此时此刻 他的脸上 有好几块地方肿胀溃烂 看起来有点恶心 果然 和伊恩那个小老头 说的一样 这个家伙穿的衣物 又完整又干净 根本不像东区的居民 埃姆林精神一震 边咕弄边目送阿尔格斯 走出这栋公寓 耐心等了近五分钟 他站了起来 决定展开行动 因为目标加利斯 凯文是人造吸血鬼 所以埃姆林相当了解 对方擅长什么 拥有怎样的特点 也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 加利斯 凯文的嗅觉 不会比我刚成年时差多少 这一点其实不是那么确定 他竟然能在这种环境下居住 也许他 已经失去了他的鼻子 失去了他的脑子 而且 他的灵性不会弱 有对危险的本能直觉 视力和听觉 同样还不算差 埃姆林一边鄙视对方 一边服侍魔药 喷洒液体 将身体的味道再次掩盖 深深掩盖 紧接着 他像上次一样 通过内服和外喷的魔药 引去了自己的身体和外套 如被橡皮擦掉般 消失在了原地 无人的黑暗角落里 一本巴掌大小的铜绿色笔记 突然从虚空里冒出 似乎刚穿过了什么透明的屏障 他几乎没发出声音的字形翻动 最终定格于一页 由诸多星象学符号构成的白纸 这些符号随之消失 周围隐约明亮了少许 这是属于占星人的干扰能力 然后 铜绿色的莱曼诺旅行笔记往后缩回 一寸一寸的消失 被无形的屏障再次遮掩 做好准备的埃姆林 又回想了下行动方案 放轻脚步 毫无声息地来到了加利斯 凯文的房间外面 却没有靠近正门 那铜绿色的笔记 又一次凭空浮现 翻到了开门那一夜 虚幻之声 当即回荡于埃姆林的脑海内 推动着他伸出一只手 按向墙壁 与此同时 埃姆林谨慎地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收回了衣物内侧 借助隐形的外套将他遮掩 当埃姆林的手掌 终于按住墙壁时 他眼前豁然出现了一道幽蓝色的 没有实质感的模糊大门 他镶嵌于墙上 却又呈现出下方砖石的痕迹 侧耳听了听屋内的动静 嗅了下空气里的味道 埃姆林向前迈步 就像通过水墓一样 通过了那扇幽蓝色大门 他的眼前 场景瞬间变化 出现了布满屋迹的墙面 摆放于另外三侧的木制睡床 破旧橱柜柜和各种杂物 这是加利斯 凯文的房间内部 而埃姆林身后的幽蓝大门 早已消失不见 仿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谨慎小心地环视了一圈 埃姆林捕捉到了目标加利斯 凯文的身影 这位原始月亮的信徒 是个长相不错的混血 头发偏长 垂落于肩膀 眼睛鹤中带着点暗红 似乎并没有完全地 获得血足的谋涩 此时 他正坐在床边 盯着门口 不知在想些什么 埃姆林没有产生任何动静地 绕到侧面 在视觉盲点里 拿出来曼诺的旅行笔记 翻到了让他手指 微微发麻的一页 那叶成黄褐色 似乎属于羊皮纸 上面会满了各种 古老而扭曲的符号与花纹 它们共同构筑出的图案 就像是一株单薄的树木 在伸张枝条 调整好角度 埃姆林用手指划过了纸面 忽然之间 银白的电光 将房间内部照得如同白昼 字的声音传出前 这闪电 已直接批在了加利斯 凯文的头顶 批得这位原始月亮的信徒体表 瞬间焦黑 身体剧烈颤抖 眼睛短暂 失去了焦距 银白的电蛇 还在混乱窜动时 埃姆林 怀特的身影 抖得浮现于僵硬的目标身后 探出右掌 捏住了对方的脖子 咔嚓 他冷静地扭断了加利斯 凯文的颈椎 然后用力拔下脑袋 丢出身体 不给对方利用 超强自愈能力恢复的机会 啪 加利斯 凯文的无头尸体 掉落余地 鲜血洒得到处都是 一个人造吸血鬼 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埃姆林冷静的表情 迅速被错愕的情绪代替 不敢相信地 低头看了眼手中的脑袋 发现加利斯 凯文直到死亡 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毛子内凝固着痛苦 与迷茫两重色彩 这么简单 这么轻松 埃姆林虽然很骄傲 但也不认为自己 能如此容易地 淡掉一个人造吸血鬼 可事实告诉他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轻松 能造成麻痹的雷击 配合我本身的 高速运动能力 竟然能达到 顺杀目标的效果 前提是 对方非常害怕闪电 容易因此被麻痹 还有 事前对灵性直觉的干扰 和避开正面 穿墙进来的行为 都是成功的关键 待至了几秒后 埃姆林终于回顾起 刚才的细节 总结出了不少经验 这让他真正认识到 非凡能力搭配的强大 和莱曼诺旅行笔记的价值 难怪盗调人先生 第一个想租赁 埃姆林收回思绪 看着加利斯 凯文鼓鼓流出的鲜血 侯杰忍不住活动了一下 他很久没喝过 这么新鲜的血液了 不过 他不敢喝 因为对方的非凡特性 还未吸出 血液里有蕴含部分 喝了容易造成 非凡特性过量的问题 有潜藏的失控风险 不利于接下来的行动 埃姆林收回视线 环顾一圈 找出了一叠陈旧报纸 和一个小木箱 准备等下 用来装加利斯 凯文的脑袋 而在此之前 他坐了下来 等待对方的非凡特性吸出 两分钟后 埃姆林突然抬起脑袋 望向门口 他听见有脚步声靠拢过来 紧接着 他闻到了阿尔哥斯的味道 这个人造吸血鬼回来了 他半路折返了 埃姆林 怀特一下有点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动 外面的阿尔哥斯 敲了下房门 然后就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变得异常沉默 埃姆林先是一正 玄机明白 对方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已查之房间内出了状况 该怎么做 直接冲出去解决它 不 这样会被别人看见 会遭遇官方非凡者的抓捕 埃姆林本能地拿出药剂 准备再次隐藏自己 接着 他据此有了灵感 无声吐了口气 埃姆林将加利斯 凯文的脑袋放在床上 自己喝下隐形魔药 喷了相应的液体 动作很轻很慢地挪动至角落 躲藏了起来 这样之后 房间内就是一副 刺杀已完成 凶手早逃离的场景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门外和门内都一片安静 没任何声音发出 只偶尔有别的房客路过 突然 加利斯 凯文房间的窗户 咫压一声打开 两道视线投注了进来 经过仔细的探查 脸上有溃烂痕迹的 阿尔格斯一按一跃 跳进了房间 缓步走向 那具正不明显吸出 非凡特性的尸体 角落里的埃姆林 怀特趁对方 没有望向这边的机会 悄然拿出了 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将他翻到了另一页雷击 就在这时 阿尔格斯的目光 落到了床上 落到了同伴的脑袋上 落到了那叠成就报纸 和那个小木箱上 他的瞳孔陡然收缩 第六十四章 逐渐熟练 不好 埃姆林 怀特顺着阿尔格斯的目光 注意到了 自己忘记处理的 成就报纸和小木箱 他们虽然原本就属于这个房间 但之前分别在不同的地方 此时摆放于一起 显得相当奇怪 似乎有人想让他们做点什么 却临时放弃 那为什么会临时放弃呢 是被刚才的敲门声 惊扰到了吗 而这是否意味着 凶手并未离开 正前藏于房间某个角落里 类似的问题 同时闪现于阿尔格斯 和埃姆林 怀特的脑海内 只不过 一个是突生疑惑 另一个是反向猜测 对方会怎么想 不好 两个吸血鬼同时做出了反应 阿尔格斯猛地向侧方一扑 身后弥漫出浓郁的黑气 外形神似蝙蝠翅膀 而埃姆林 怀特的手指 飞快划过了摊开的 莱曼诺旅行笔记 忽然间 银白乍现 又一次照亮了整个房间 直牙张扬的闪电 没能劈中阿尔格斯 打在睡床旁边的地上 崩散为无数细小的电蛇 并向着周围导电性能 较好的事物 跳跃而去 这里面 阿尔格斯用浓郁黑气 银白的闪电凭空落下 直直劈在了阿尔格斯身上 让刚摆脱麻痹状态 想要跃开的他 提标抖地冒出一阵黑烟 浑身上下 止不住地颤抖 抓住这个机会 埃姆林 怀特膝盖一挺 双脚一蹬 近乎拖出残影般 高速临近了阿尔格斯 然后用右臂 孤注对方的脑袋 轻巧一绕 闪到了身后 咔嚓 阿尔格斯 直接看见了自己的背部 他的眼睛一下冲血 脸上肿胀溃烂的几个地方 彻底崩开 深沉而虚幻的黑暗 从里面奔腾而出 埃姆林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变化 脚底一滑 本能就向后退开 并连续改变了位置 阿尔格斯没有追逐 眼中似乎失去了理智 只剩下纯粹的恶意 疯狂和明显的茫然 他抬起双手 从两侧按住自己的脑袋 猛地用力一般 让他于清脆的咔嚓声里 回到了正确的朝向 而这人造吸血鬼的四周 黑暗深邃涌动 仿佛要吞没一切 然后 阿尔格斯左右活动了下 晃晃悠悠的脖子 提表以全部肿胀腐烂 流出恶心的农业 他今晚来找加利斯 凯文 就是因为本身出现了 失控的前兆 需要谈论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中途折返 则是他忽然想到 会不会是恶劣的环境 对拥有超凡嗅觉 和灵敏感官的自己 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 才导致失控征兆呈现 而此时 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他 彻底崩溃了 真正的失控了 被阿尔格斯视线 扫过的埃姆林 怀特 心头一颤 感觉自己又遇上了麻烦 忍不住暗骂这群 原始月亮的信徒 总是把自己弄得像个怪物 他没立刻向语者 先生祈求 一是根本来不及 对方即将发动攻击 二是单对单的情况下 埃姆林认为自己 应付失控的序列期 不会太危险 他抓紧时间 快速翻动 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让他再次定个欲雷击 啪 粗大 扭曲 重重劈下 打在了异变的阿尔格斯身上 这个瞬间 闪电似乎击碎了 那涌动的黑暗 又仿佛被忧碎的 对方给吞没了 两者同时消失 只留下目光 终于锁定了 埃姆林的阿尔格斯 这失控的人造吸血鬼 真正拖出残影 扑向了目标 埃姆林身体一矮 就地翻滚 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与此同时 他没有拿来曼诺 旅行笔记的右手 太入一兜 取出了一个金属瓶 蹦 阿尔格斯急速转向 瞬间贴近了敌人 啪 没有时间打开瓶带的 埃姆林五指用力 直接将那个金属瓶 捏出了缝隙 然后 他将瓶子向前一抛 让里面纯净灿烂的液体 洒向了扑过来的阿尔格斯 这是他用灵性材料 调配的太阳之水 非常克制吸血鬼 这是魔药教授 提前做的准备 啊 被直接破中的阿尔格斯 当场发出凄厉的惨叫 体表蒸腾起 一缕缕黑烟 碰 他虽然撞中了埃姆林 却只能让对方失去平衡 翻滚两圈 未受实质伤害 而翻滚之中 埃姆林顾不得处理伤势 甩两下鹰 沾到几滴太阳之水 而疼痛的右手 飞快让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做出了翻页 啪 又是一道银白的闪电皮下 让阿尔格斯的惨叫 戛然而止 这个失控的人造吸血鬼 一边似乎还在承受 太阳的近距离照射 一边则直接陷入了 拧开瓶盖 直接泼向了前方 这一次 阿尔格斯连惨叫都无法发出 身体呈现出蜡烛融化般的状态 埃姆林这才松了口气 于背后弥漫出浓郁的黑雾 并让他们化作一只只巴掌大小的 虚幻蝙蝠 成群结队的涌向目标 黑色的蝙蝠们 落到了阿尔格斯身上 将它完全笼罩于内 接着哗啦一声分开 飞回了埃姆林身边 消失不见 阿尔格斯的身体 明显缩小了一圈 终于支持不住 带着半融化的痕迹 缓缓倒了下去 埃姆林这才抬起右手 检查残留的疼痛 看见掌心和几个指头上 都有萎缩糜烂的伤口 不过 里面血肉正快速蠕动 在自我愈合 结束了 我竟然真的干掉它了 埃姆林收回视线 望向阿尔格斯的尸体 还有点不敢相信 虽然这次的狩猎有不少波折 但整个过程里 它其实并没有遭遇真正的危险 这让它再次认识到 塔罗会的存在 让自己变得比预想的强大的不少 如果阿尔格斯 先检查加利斯 凯文的尸体 而不是观察睡床那里的报纸和木箱 那它肯定能判断出 我拥有雷击这种非凡能力 也就不会在躲避时 使用黑暗之意 遭遇闪电的波及 不过这样一来 它没法发现异常 难以提前规避 我的雷击 能直接命中它 事情将简单很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应对没有错误 都肯定能击杀它 它们真是弱啊 原来我已经这么强大了 难怪始祖让我加入塔罗会 这是一个为迎接 末日拯救各自族群 而准备的聚会 比其他隐秘组织 不知高当了多少倍 埃姆林围扬下巴 嘴角难以遏制地 翘起了一点 他随即听见 门外脚步声来回 却无人靠近 阿尔格斯刚才的惨叫 惊动了周围的住客 但他们不敢进来 害怕遇到麻烦 不过 肯定已经有人 去找警察了 我得快点处理现场 并离开这里 埃姆林收回望向门口的目光 走至加利斯 凯文的尸体旁边 从渲染开来的血泊里 拾起了一块 拳头大小的物品 他通体鲜红 仿佛心脏 正轻微地膨胀和收缩着 表面呈半透明状态 隐约有液体在那里流淌 正是要是 途径序列七夕血鬼 遗留的非凡特性 这就是我的战利品 埃姆林一时还有点不适应 定了定神 才将非凡特性 和加利斯凯文的脑袋 用陈旧报纸包住 塞入了那个木箱呢 放好木箱 他又扯下了阿尔格斯 溃烂到几乎看不出 原本样子的脑袋 接着取出另一瓶药剂 将它撒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过程里 埃姆林一点也不慌乱 似乎根本不担心 东区的官方非凡者感到 几分钟后 他拾起阿尔格斯 那有点异变的非凡特性 瞄了眼更接近黑色的表层 和若隐若现的人脸图案 于背后浮现出弥漫的黑气 那黑气再次化作术不清的细小蝙蝠 飞舞于房间内部 与之前喷洒的魔药液体 结合在一起 制造出了安静蔓延的黑色火焰 这黑焰烧掉了血液 烧掉了尸体 烧掉了累积残留的痕迹 只留下一层粘稠如同沥青的液体 覆盖于不同物品上 然后 这些液体变为沉重的黑色蝙蝠 盘旋缭绕于埃姆林深舟 埃姆林并没有奢望自己的处理 显得没太大问题 让警方让可能接手的官方非凡者认为 事情不太重要 没什么价值 随便调查 一下就丢入卷宗柜里 不再关注 做完这一切 戴着鸭舌帽 满脸探灰的埃姆林提起木箱 环顾了一圈 接着 他向外面的飞红之月 微微鞠躬 行了一礼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莱曼诺旅行笔记哗啦啦翻动 定格于传送之夜 埃姆林的身影连同那些沉重的蝙蝠 随即透明和无形 消失在了原地 又过了至少一刻钟 几位东区的警察才赶到公寓 撞门而入 没发现住客 也没找到尸体 他们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逼迫围观的住客 承认自己产生了幻听 据此结束了调查 这就是东区警察的做事效率 和办案风格 离开东区后 埃姆林先行回家 藏好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然后才带着收货 直奔位于西区的奥德拉加 他要去宣告胜利 领取奖励了 第65章 奖励 奥德拉一家的别墅内 埃姆林见到了 同为男爵的卡西米 这位正直壮年的血族 是尼拜斯 奥德拉的代言者 我也是男爵 而且刚成年没多久 埃姆林肚中嘀咕了一句 从起居室沙发上站起 向对方行了一礼 晚上好 男爵阁下 卡西米正要说话 鼻翼忽然动了一下 目光随之转向了 埃姆林放在脚边的木箱 鲜血的味道 他疑惑出生的同时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陈寅一秒后补充道 你又猎杀了一个目标 埃姆林纯现勾笑 摇了下头 不 然后 他抢在卡西米开口询问前 笑容变身道 不是一个 是两个 两个 中年绅士模样的卡西米愣了一下 看着埃姆林 弯腰提起木箱 打开了盖子 这个过程中 埃姆林脸庞肌肉 隐约有点抽动和扭曲 因为这一连串的动作里 他碰到了右手的伤口 忍着没让表情变化 埃姆林手臂微锤 使木箱向前下倾斜 将里面的事物 完全暴露于对面血族男爵的视线内 两颗沾着血污有所浇黑的脑袋 并排泄在陈旧的报纸堆里 旁边点缀着两团心脏般的半透明物品 一线红蓬勃 一暗红进黑 这带着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 映入了卡西米的眼睛 让他诧异地抬起脑袋 愕然望向埃姆林 脱口而出道 你做的 虽然他暂时 只辨认出其中一个脑袋 属于加利斯 凯文 但两份吸血鬼的非凡特性 不会有假 埃姆林放下木箱 右手自然垂落 于库县边缘幅度很小地甩了一下 然后脸寒笑意地回应道 当然 是这样的 上次拿到那七千磅奖励后 我与某个非凡者聚会里 买下了某位男爵的遗产 依靠他获得了位阶的晋升 我并不希望用金钱满足 狩猎我们血族的凶手 但我不想看见 这份遗产落到别人手里 而且 贩卖者未必 就是猎杀者 趁这个机会 埃姆林将自己已成为男爵的事情 讲了出来 并且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 这是他在塔罗会上学到的技巧 我早就知道你是男爵了 你以为你频繁购买各种有灵性的材料 借阅研读魔药方面的书籍 能够瞒得过我们的眼睛 如果不是基于某些因素 早就将你找过来询问了 我惊讶的是 以你的战斗水准 以你连一件神奇物品都没有 只想购买人偶的状态 哪怕已经是男爵 也不可能轻松狩猎两个人造吸血鬼 且没造成大的动静 即使是我 也得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掌握住详细的情报 才有可能办到 在大家都没有察觉时 埃姆林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了 卡西米 奥德拉忍不住付匪了几句 露出假笑道 原来是这样 埃姆林 你之前为什么隐瞒呢 难道你不想被别的血族 尊称一具男爵阁下 埃姆林瞄了眼 对面血族的表情 下巴为扬道 我正打算告诉大家 结果遇上了这个狩猎竞赛 所以想着给你们一个惊喜 卡西米 我已经成功狩猎了 三个原始月亮的信徒 而你给的目标只有五个 这是否意味着 我胜利了 他迫不及待地 将成乎从男爵阁下 改为了卡西米 卡西米眼皮跳了一下 呵呵笑道 对 是这样 剩下的两个目标 你不用再操心 交给鲁斯 巴托里他们去做 这样一来 他们还能争取到一些安慰性的奖励 说到这里 卡西米才感觉自己 显得太冷淡 盲关心了一句 没受伤吧 一点小伤 埃姆林抬起右臂 舒张了下手指 坦白地讲 今晚的狩猎行动中 他受的最严重的伤 其实是传送出东区后 自己抓开皮肤和血管 用血液涂抹来曼诺旅行笔记 封皮造成的 卡西米没法就这个话题发挥 沉默了几秒道 祝贺你获得了这次狩猎竞赛的胜利 你将有两项奖品 一是将来族内 如果有成为子爵的机会 你能直接进入最后的名单 并得到免费的仪式帮助 二是获得一件神奇物品 它是古老年代里 由始祖亲自制作的一枚戒指 虽然不含神性 但却有着很强大很神奇的能力 因为始祖没有为他命名 所以我们都称呼他 莉莉丝的指环 还有 按照惯例 这两份非凡特性 将归属于整个血族 这样一来 也许又能多两个新衫 而你将得到3000磅的现金 作为交换 始祖亲自制作的一枚戒指 埃姆林虽然有点遗憾 奖励不是子爵的非凡特性 只是候选机会和免费仪式 但血族始祖莉莉丝 亲自制作的戒指 足以弥补一切 对一位有着强烈种族 自豪感的血族来说 这就是荣誉的最高象征 欣喜稍有贫富 历经多次塔罗聚会 并完成了两次狩猎的埃姆林 隐约觉得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我本身就是始祖派去 愚者先生那里的 现在又获得了一枚始祖的指环 会不会太巧了 埃姆林想了一阵 难以得到答案 只能决定 等下向愚者先生做个祷告 讲述整件事情 看这位存在会给什么意见 见埃姆林在喜悦沉淀后 十几秒没有说话 卡西米清了清喉咙道 那枚指环和现金明晚给你 到时候 我会召集鲁斯 巴托里他们 公开宣布 你赢得了狩猎竞赛 然后再把指环给你 没有问题 埃姆林虽然在类似方面 没什么经验 但也知道 奖品不可能私下给予 必然要当着所有参赛者的面 他未在停留 告辞离开了奥德拉加的别墅 坐上了一辆出租马车 马车缓缓行驶间 埃姆林望了眼半空 安静悬挂的飞红之月 心情逐渐凝合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 今天的种种细节 从中总结出了 不少经验和教训 最后 他盘算起 需要记录多少个 非凡能力到 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上 用了五次雷击 都用完了 还有一次传送 一次开门 一次占星术 总共八次 额外 还得支付两次 也就是十次 这有点困难啊 有的非凡能力 应该没办法记录 就像我的自愈能力 只能重复了 等拿到十足的指环 可以尝试着记录下 他拥有的非凡能力 利利斯的指环 挥舞之上 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 克莱恩坐在 对应语者的 那张高背椅上 琢磨着月亮 埃姆林 怀特祷告的内容 他原本想着 半夜可能被吵醒 不得不为某个 没什么战斗经验的 吸血鬼 提供帮忙 结果没想到 埃姆林11点前 就搞定了一切 连任务都已上交 埃姆林当初 向语者祈祷 就是因为 古神利利斯 给予了启示 现在又获得她的戒指 不管这利利斯 究竟是谁 我都得提防一下 然后 旁观变化 或参与聚会时 都要取下那枚纸环 交代完这件事情 克莱恩返回现实世界 不再担心半夜会被吵醒 一觉睡到了天亮 用过早餐 休息了一阵 他等来了 李一老师瓦哈娜 为周末自家举行的舞会 做特别培训 瓦哈娜黑发青腕 裙脚摆动 引领着道恩 唐太斯从开场舞跳起 熟悉着整个流程 清阳舒缓的乐章里 这位李一老师突然开口道 听说玛丽夫人 昨天下午来拜访过你 是的 克莱恩一边感慨 在人际交往领域 这片街区没有秘密 一边坦然汗手 瓦哈娜微微点头 沉默了两秒道 我听说玛丽夫人 将所有股权都质押给银行 借出了一大笔钱 这是在提醒我小心 不要陷入可能的骗局 之前提供的帮助 不仅让我很快 进入了伯克伦德街的社交圈 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后续回报 不过 玛丽夫人质押股权 是为了暗中吸纳更多的股份 克莱恩安静听完 露出温和的笑容道 谢谢 他顿了一下 补充道 我相信每一位朋友的人格 但在商业领域 谨慎和小心 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守则 我已经让瓦尔特 聘请了独立的律师和会计团队 他们将做详细的 负责任的调查 并给出最能保障我利益 最能避税的方案 在此之前 我不会做任何决定 瓦哈娜半仰脸庞 看着道恩 唐太斯深邃的蓝眸 忽然半叹半笑道 你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克莱恩本想说一句 这是成熟 可图地想到 瓦哈娜的丈夫之前 被人骗了布料 靠着自己的帮助 才挽回大部分损失 如此回应 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联想 做出对比 形同嘲讽 所以及时改变了说辞 轻笑一声道 我的智慧 都来源于之前接受过的教训 很难想象 你会被骗 瓦哈娜低头笑道 也是因为经历过太多 所以能欣赏 各种类型女士的不同魅力 这个传闻就过不去了是吧 克莱恩无奈笑道 每一朵花 都有它美丽的地方 熟悉完整个流程 和相应的舞蹈 克莱恩送走瓦哈娜 带上贴身南普里查德森 应玛丽夫人的邀请 前往乔武德区的 考义姆公司参观 第66章 故地重游 乔武德区 考义姆公司门外 克莱恩走下马车 左右看了一眼 似乎从未来过这里 有着强烈的新鲜感 但实际上 他对附近并不陌生 他知道 马路对面是中产阶级 相当喜欢的 加德烈百货公司 知道不远的地方 有家很出名的 星际迪西馅饼 他曾经在这里 蹲守多拉谷 盖尔 跟踪寻找对方出轨的线索 收回视线 克莱恩带着贴身 南普里查德森 走向考义姆公司的大门 玛丽夫人 和他的贴身女仆椅 等在那里 在民风相对保守的 鲁恩王国 女士的贴身仆人 必须是同性 否则风评会很差 影响社交和婚姻 所以 哪怕玛丽夫人的贴身仆人 某种程度上 还相当于他的秘书 需要掌握社交礼仪 商场知识 拥有一定的谈判能力 也只能从接受过良好教育 或有对应工作经验的 女性中寻找 不能考虑男士 同样的 绅士们的贴身仆人 和商务秘书 也得是同性 当然 就算是这样 管不住自己的人 还是会有不道德的行为 在贝克兰德 每一年都有仆人 和雇主发生关系的事情出现 其中 受到伤害的 姻女仆居多 她们或被欺骗 或被强迫 或被引诱 成为了男性雇主的情人 等到被发现 又会被毫不留情地开除 失去工作 然后因为名声被损 无法再做仆人 很大部分 不得不成为战阶女郎 中午好 道恩 玛丽夫人笑着迎了上来 克莱恩行了一礼道 中午好 女士 这里 真是相当繁华 这样的话语略 等于对天气的讨论 玛丽回应了两句 边领着道恩 唐太斯进入考义母公司的大门 边微笑说道 等下会有专业人士给你讲解 带你转一圈 大概半个小时后 去楼上 我准备了一个冷餐会 邀请了些不同领域的朋友 不同领域的朋友 只是在为我拓展社交圈子 很有诚意吗 克莱恩轻轻汗手道 作为一个刚来贝克兰德 没多久的外乡人 我总是期待着 认识更多的朋友 不 你一点也不像外乡人 在我看来 你就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 真正的贝克兰德绅士 玛丽夫人客气地回应了一句 说话间 他们通过了大门 进入采光非常不错的代客区域 一位身材魁梧 穿着正装 留有两撇漂亮小胡子的男士 正等待于此 这是卢克 萨默尔 他是考一母的第一经理 玛丽维道恩 唐太斯介绍道 其实我认识他 克莱恩看向卢克 含笑点了下头 在他心里 卢克 萨默尔 是位相当沉稳 非常专业的绅士 他喜爱机械 在晚宴上很有主人风度 既不会轻视 当时还未出名的穷侦探 也不刻意讨好 明斯克街居住的几个 贝克兰德市政部门 中层雇员 这位是我的朋友 道恩 唐太斯 他对无烟梅和优质木探 很感兴趣 你帮我 做个详细的讲解 玛丽转向卢克说道 早就得到叮嘱的卢克 上前一步 看向来自迪西海湾的大富翁 露出柔和的笑容 尊敬说道 唐太斯先生 这里是考一母公司的总部 我们与多个无烟梅矿区 签订有长期协议 供应给乔武德区 西尔斯顿区 北区和西区的无烟梅 和优质木探 占他们总需求的30% 并有望拿下海军的大订单 这样表情的卢克 我之前从未见过 克莱恩表面不动声色地 跟着对方在考一母公司内转悠 听着他介绍各方面的情况 时不时随口询问一句 但没做任何表态 半个小时候 他们上至二楼 进入了大会议室 这里已提前布置过 一张张桌子贴墙安置 一盘盘食物错落地摆放于上 以火腿 熏肉 香肠 面包 沙拉 蛋糕 布丁等冷食为主 不过 也有少量的热菜 刚刚入门 玛丽就为道恩 唐太斯介绍起 站在附近交流的两位男士 这位是 每日观察报的记者 迈克 约瑟夫 这位是优秀的外科医生 艾伦 克瑞斯 在贝克兰德 你总是会有需要他们的时候 克莱恩一边听着玛丽的话语 一边含笑 看着那两位男士 嘴角险些抽动 这都是我很熟悉的朋友 嗯 我和艾伦他老婆 都中的胎儿更加熟悉 呃 这话有点怪怪的 克莱恩赋匪之鱼 耐心地等到玛丽降到恩 唐太斯介绍给了对面 才礼貌客气地 向迈克和艾伦 打声招呼 迈克 约瑟夫和去年相比 没太大变化 眉毛稀疏 皮肤粗糙 蔚蓝的眼睛依旧迷人 而艾伦 克瑞斯 虽然本质 是冷淡内脸的人 但已不再明显地表现出来 他最近半年 似乎一切都很顺利 无论心情 还是自信 都处于高峰 听到唐太斯 是来自迪西的富翁 迈克拿出名片 笑着递了过去 不介意 我推销吧 如果你想刊登广告 可以来找我 无论是 每日观察报 还是 塔索科报 我都能拿到优惠的价格 说话间 迈克挤了下眼睛 表示自己是在开玩笑 你这个总是带多本甲证件的记者 以前怎么没给夏洛克 莫里亚蒂说过 能拿优惠价格的广告位 看不起大侦探是吧 克莱恩付匪了几句 与对方交换了名片 我一直有这方面的需求 接着 他转向艾伦 将手中另一张名片递给对方 我前段时间生了一场病 刚痊愈没多久 特别明白医生的重要性 我是外科医生 我想你不会太希望见到我 艾伦嘴上这么说 还是接过了名片 不 我非常希望见到你 甚至想参加你孩子的出生宴会 克莱恩咕弄了一句 刻意将话题导引向医疗领域 和艾伦 麦克聊得相当不错 他之前一直在发愁 怎么接近艾伦 与某胎儿重建联系 毕竟牵纸鹤随时会破掉 也许连一次都用不了 而夏洛克 莫里亚蒂很难光明正大 出现在贝克兰德 并上门拜访 更别说参加出生宴会 现在没问题了 由玛丽夫人的介绍 我可以非常自然地和艾伦熟悉起来 到时候肯定会被邀请 嘿嘿 说不定还能做一位水银之舌的教父 毕竟都是信仰女神的人 这会不会让某胎儿恼羞成怒 的警示啊 艾伦不提 我绝对不能主动建议 克莱恩心情愉快地想着 他专业地收敛住自己 没在第一次就表现得太热情 简单闲聊了几句 就跟着玛丽认识起别的客人 这个过程中 克莱恩没忘记取食物和饮料 显得很适应这样的环境 一圈走完 玛丽停了下来 斟酌着说道 这里都是我的朋友 意思是 没邀请那边的人 同时还包含我也是你朋友的意思 克莱恩轻轻点头道 作为一名绅士 我或许不该问 但作为一个商人 我必须知道 和你争夺考一母公司控制权的是谁 或者说哪些人 玛丽沉默了两秒道 新德拉斯男爵和她的朋友们 他们想把考一母公司 推向证券交易所 从中赚取天价利润 他们并不关心 公司未来怎么发展 新德拉斯男爵 卢恩最有钱的人之一 靠捐款给保守党 成为贵族的银行家 工厂主 大商人 他的立场有些模糊 虽然是靠保守党拿到的爵位 但同情商人 亲近新党 克莱恩想了想 微笑反问道 你为什么不请那位霍尔先生帮忙 他的父亲是大贵族 大银行家 应该能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玛丽夫人苦涩笑道 霍尔先生并不想参与这件事情 他说 他是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首席秘书 不能牵扯入与吴烟梅 木炭有关的商业行为 一位真正有质于政治的先生 不过 应该也是不愿意与新德拉斯男爵交了 如果我之前选另一位管家 现在应该就是和新德拉斯男爵建立关系 他那么有钱 真要溢价 我溢不过啊 会不会出现拿钱砸死我的剧情 克莱恩没再多问 转而说道 我会等调查报告出来 玛丽剑道恩 唐太思梅直接退缩 略嫌感激地说道 在这个年代 有歧视精神的人已经很少了 而你是其中一位 克莱恩笑了笑 没承诺什么 迟到冷餐会结束 坐上自己的高档四轮马车 往北区返回 望着窗外的街景发了一阵呆 克莱恩忽然侧头对贴身南普利查德森道 转去圣塞谬尔教堂 上次教堂内有一点出现 又玄机平复的事情 他始终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这让他不得不考虑 是否该找机会 接触下内部看守者了 而他记得 每天下午 都至少有一位内部看守者 会到大祈祷厅向女神祷告 该怎么接触呢 在那种环境下 连聊天都显得吵闹 而太过刻意 容易引人怀疑 克莱恩微微皱起眉头 决定先做观察 再想办法 马车没有变相 依旧驶向伯克伦德街 不过为在那里停顿 直接跃了过去 车厢内的克莱恩 闭了闭眼睛 平复突然有点紧张的心情 第67章 窥市 北区 圣塞谬尔教堂 克莱恩刚进入大祈祷厅 就借助圣坛后方墙壁上 照入的点点光芒 自然地环顾了一圈 将那里祈祷的信徒 全部纳进眼底 仅仅这么看了一眼 克莱恩就 迅速锁定了目标 没有任何异常地 沿着过道 走向前方 在第一排 坐着卫套黑色神职人员 长袍 但气息阴冷 脸色苍白 头发枯黄的老者 他正紧闭着双眼 专心祷告 是克莱恩之前感应到的 内部看守者之一 他一般轮值周五 克莱恩没有真正靠近 离了两排座椅 找了个位置坐下 将帽子和手杖 交给了贴身南普里查德森 然后 他于坐下的过程里 用左手拇指 快速掐了食指关节两次 悄无声息地 开启了灵体直线视觉 忽然间 克莱恩眼前出现了 一根根虚幻的黑色细线 他们密集地 从不同声灵体内钻出 一从从向着 无穷远处蔓延 刚刚坐稳 克莱恩视线移动 这一看 他显现一出声音 不过有赖于小丑的 自我控制能力 和本身对异常情况的预料 还是轻松保持住了 沉稳的状态 他的世界里 那位头发枯黄的老者 虽然也有灵体直线伸出 但身体内部一片深黑 吞噬了那些虚幻细线的原点 与正常非凡者完全不同 果然 他们已经被封印核心的力量侵蚀 出现了灵魂层面的异变 这么看来 问题更接近于 我上次做的第二个猜测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在某种程度上 看向了道恩 唐泰斯 克莱恩的头皮瞬间发麻 强行挤出笑容 向对方点了下头 仿佛这只是正常的视线接触 那位内部看守者 迟缓地动了动脑袋 竟然做出了回应 然后 克莱恩只觉四周环境一下抽离 现实变得模糊 旋即沉淀清晰 这一刻 他知道自己被动进入了梦境 于是 他一边保持住道恩 唐泰斯的形象 一边本能地打量了下周围 发现自己依旧在圣塞缪尔教堂内 但所有的座椅或破损或倾倒 撒得到处都是 一副遭遇过袭击的样子 前方的圣坛布满裂痕 爬着杂草 积淀有尘埃 似乎已荒废许久 那位头发枯黄的内部看守者 立在倒塌的凤县箱旁 冰冷地注视着 身穿黑色正装的道恩 唐泰斯 见克莱恩回望过来 他嘴巴一点点张开 露出尖利的 惨白的 一点也不整齐的牙齿 而这些牙齿上 镶嵌着模糊的 隐约的 渺小的身影 他们有完整的五官和四肢 表情各有不同 却带着相似的痛苦 似乎被囚禁在此 难以解脱 呵 那位内部看守者 喉咙里 发出野兽低吼般的声音 腰背向前弯曲了下来 他的内部 他的腰侧 一物骨胀起来 刷得长出了 四条没有皮肤的 缠满血管的手臂 紧接着 他们长出了细密的黑毛 指头顶端 趴地弹出一根根尖锐的指甲 刚才还相对正常的内部看守者 已变成了趴在地面 有着八条腿的怪物 这既像在黑夜里 默默之王等待猎物的蜘蛛 又仿佛畸形的黑狼 给人带来强烈的恐惧 与此同时 破裂荒废的圣坛里面 两只布满黑毛的巨大手掌 毫无征兆地伸了出来 按在边缘 一根根黑气凝聚般的滑腻触手 向着四面八方蔓延 瞬间就冲涩了整个大祈祷厅 那让人站立的气息 极端的恐惧感 和虚幻巨大的模糊身影 在穿透无形的屏障 一点点呈现 失控了 那位内部看守者失控了 克莱恩利在那里 下意识想要做出反应 凭借本身的特殊 强行挣脱出梦境 但瞬息间 他联想到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脸色一变 做出害怕畏惧的表情 瑟瑟发抖地跑向门口 一副在噩梦里挣扎的样子 也就是一个呼吸后 潮水般的黑暗冰凉无声地 从外界涌入 将这片梦境完全淹没 平复了一切 克莱恩猛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睡着 而那位头发酷黄的内部看守者 早已转过头去 继续闭目祷告 眼眸微转 道恩 唐太斯 隐含惊恐地左右张望 似乎还沉浸在刚才梦境里 没有彻底摆脱恐惧的情绪 过了几十秒 他才做了两次深呼吸 重新望向圣灰 在胸口画了个飞红之月 直到此时 克莱恩才有空闲回想刚才的经历 推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对他灵体之线的窥视 导致他出现失控的征兆 并给予过激的反应 将我强行拉入梦中 试图做相应的处理 之后应该就是查尼斯门后 那个封印核心感应到异常 平复了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 这位内部看守者 是否还记得 自身险些异变的源头 如果他已经习惯 以他现在的状态 对问题怎么发生的 应该很模糊 当然 未必是我的问题 也许他本身就接近失控 克莱恩再次看向 前面那位头发枯黄的老者 观察他接下来要做什么 以判断自己该怎么应对 如果不行 直接用蠕动的饥饿 开旅行逃离 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 耐心地等待着 可能出现的变化 几分钟后 他看见埃莱克特拉主教 从侧门进来 走向了自己 克莱恩心中一紧 张开了左手五指 准备启用蠕动的饥饿 这一刻 他突然灵光一闪 放弃了行动 如果内部看守者 已经借助梦境 现在迎接我的将是许多位教会非凡者的共同打击 毕竟拉入梦境 可以避免误伤其他信徒 所以 他们没必要非得找和我熟悉的主教过来 这更应该是慰问和安抚 克莱恩收回视线 继续摆出祈祷的姿势 不到一分钟 他终于感觉有人靠近 盲抬头望向旁边 看见埃莱克特拉主教柔和开口道 你看起来不是太好 刚才不知道怎么睡着了 做了一个噩梦 现在还残存着点害怕 克莱恩自嘲一笑道 埃莱克特拉主教顺势坐到他旁边 沉稳说道 梦境有时候是内心恐惧的呈现 只要虔诚向女神祷告 再浮食圣水 就能平复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平时不要太压制自己 要懂得向女神忏悔 有的时候 一场隐秘的哭泣会 为你减轻许多压力 克莱恩暗中观察着对方的态度 品读着语气 悄然松了口气道 我明白了 他将目光重新投向前方 埋下脑袋 脚握住双手 安静地开始祈祷 在这个过程中 他看见前方那位内部看守者 自行起身 往侧门走去 那里等待着一位主教 呼 克莱恩无声嘘了口气 真正地融入了周围宁静的环境 突然 他心里冒出了一个声音 属于他自己 却又不被他控制的声音 你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 不 一点也不 你忘记自己接触过 黑夜女神的圣物了吗 第68章 精神变好 谁 谁在说话 克莱恩浑身肌肉一下僵硬 眼皮差点睁开 这一刻 他背后冷汗疯狂庆出 湿润了衬衣 他最惊恐的 不是那声音说的话语 而是他为什么能直接想在自己心里 并且和本身未做改变的嗓音一致 刚才那场梦境 虽然我保持住了清醒 但还是被对方的失控精神污染了灵铁 或者 有谁在借助刚才那位内部看守者 向我传话 数不清的猜测 在克莱恩脑海里飞快闪过 结合刚才话语的内容 和本身的情况 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知晓我克莱恩 莫雷蒂身份的人本来就非常少 清楚克莱恩 莫雷蒂以触碰圣物方式 立下誓约的同样如此 而且 两边几乎没有交集 阿兹克先生听我讲过后面那件事情 可他要做出提醒 直接让信使 转达就行了 没必要用这么吓人的办法 威尔 昂塞汀或许能知道 毕竟 他是代表命运的水银之蛇 但同样的道理 他能直接联络我 当然 不排除他忽然想下一下我的可能 我中午才想过 说不定有机会做他的教父 安提格努斯家族笔记 侵蚀内部看守者 就像上次利用厄运布偶传递符号一样 可如果是他 为什么不直接给我魔药配方 或者 商量出一个互相协助的笔记阅语方案 圣塞缪尔教堂 是贝克兰德教区的总部 层次高过圣塞琳娜教堂 那本笔记 应该没什么能力 做出额外的动作才对 他肯定被严密封印着 除了他们 有可能同时掌握两方面情况的只有一位 那就是黑夜女神 不过 以一位神灵的骄傲 他完全没必要假装是路人 还用客气疏离的语气教自己 我身在圣塞缪尔教堂 他只要一条神域 就能有几十位非凡者出来将我撂倒 而这里作为教区总部 有准备的前提下 大概率能干扰旅行 所以 根本没必要弄得这么麻烦 嗯 还有一个人是清楚那两件事情的 这就是我自己 规划行动前 我其实有考虑过相应的问题 当时得出的结论是 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 在晋升无面人后 挥舞才有少许力量 进入现实世界 让我能被特定的半神感应到特殊 这之前 只有怪物 途径的非凡者能发现少许特殊 而接触圣剑 立下誓约时 我还未成为小丑 就算因为誓约建立起来的隐秘联系 让女神 在后续慢慢察觉了我的问题 这么久过去 也没见她采取什么行动 那位教会的女性天使 嗯 应该是天使 在抹掉A线上后 甚至还对我笑了笑 所以 女神或许是乐见我拿走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的 虽然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但以我目前的层次 也只能先行接受 后续再想办法应对 这总比爬霍纳奇斯山脉主峰要安全 当然 前提是 擦除A先生的女士 真是教会的天使 嗯 虽然我在无面人阶段 已通过各种扮演 认清了真正的自己 但目前有多服饰魔药 还会彻底消化 而密偶大师 要求给每一个人偶一个 符合特点的人设 这同样容易导致人格分裂 还有 为了窃取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 为了扮演道恩 唐泰斯 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潜意识中 有强烈的动摇和怀疑倾向 这种状态下 刚才那位内部看守者失控的精神污染 并刺激了我的灵体 让我兴奋出了一个人格 克莱恩刚想到这里 脑海再次回荡起那熟悉又陌生的嗓音 哼 你考虑得太理想化了 你一切的行动都建立在侥幸上 如果那位掌握圣剑的高级 只是克雷斯泰 瑟西玛前来贝克兰德 处理别的超凡案件 你能保证同处一个教堂时 那把圣剑不会感应到你 你们可是有契约联系的 等瑟西玛指示过来 我就会放弃这个计划 而且 也不是不能提前规避 找个理由找个借口 外出考察一段时间 克莱恩本能地在心里嘀咕道 然后 他听见那属于自己的嗓音 在脑海里说道 这存在太多的意外 和无法预料的情况 今天来教堂之前 你不是也没想到 仅是观察灵体之线 就会导致一变 我当时的紧张 就是在担心出现 意料之外的变化 不过 因为仅是观察 不会直接与对方接触 所以没觉得会有太大问题 后续更谨慎一点就好了 而且 任何事情都存在意外 都存在变化 你究竟是谁 克莱恩闭着眼睛 壮丝专注地祈祷着 那嗓音迟疑了下道 我是克莱恩 你是周明锐 不 我是周明锐 你是克莱恩 果然 克莱恩再次有了 汉毛耸力的感觉 决定立刻离开 圣塞缪尔教堂 返回家中 解决自己人格分裂的问题 当症状刚出现时 事情还比较容易处理 等到人格稳定并强大起来 开始抢夺身体控制权时 说不定就必须 借助外力的帮忙了 他睁开眼睛 表情凝合地 对身边的埃莱克特拉主教道 我感觉自己已经平静下来了 自从得了精神病 我精神好多了 说话的同时 克莱恩在心里自嘲了一句 他喜欢内心吐槽 一方面是本身性格 另一方面 就是为了强调自身 始终牢记自己 不沉进入扮演 埃莱克特拉主教露出笑容 女神在庇佑你 说话间 他从过来的牧师手中 拿过一杯清水 递给道恩 唐太斯 不需要解释 克莱恩知道这是圣水 往常也喝过 于是藏住担心 表面正常地接过杯子 一口喝掉 清凉的感觉顺喉而入 让克莱恩精神一震 似乎清醒了不少 就连脑海里那个声音 都减弱了下去 这有安抚灵体的作用啊 教会对道恩 唐太斯还是挺重视的 当然 这是他们非凡者造成的 克莱恩一边对 埃莱克特拉主教点了下头 并在胸口花了个飞红之月 一边沉稳地走向圣坛 去奉献香前 捐了50磅现金 做完这一切 他带着贴身南普利查德森 离开教堂 乘坐马车返回伯克伦德街 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再去喂食白鸽 因为有刚才遭遇的普通人 很难再有心情去做这件事情 回到家里 始终沉默的克莱恩借口午休 打发走其他人 在主卧盥洗室内逆走四步 进入挥雾之上 穿透那些嘶吼和抑郁时 他没有感觉到 体内有事物被净化的迹象 愈发肯定脑海内说话的声音 来源于自己 来源于受污染刺激产生的富人格 坐置语者 那张高背椅 克莱恩当即审视起自己灵体的状态 发现确实存在一定的混乱痕迹 不是那么纯粹 相应的气场颜色都略显斑驳 仔细考虑了两分钟 没去理睬脑海内回荡的噪音 克莱恩据献出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 让他虔诚祷告道 伟大的语者先生 请转告月亮 我想租赁心眼蜡烛半天 我知道他有办法拿到 在最早那会 世界这个身份 就是为夏洛克 莫里亚地准备的 所以 克莱恩并不担心什么 大桥南区 丰收教堂内 正在期待晚上 莉莉丝指环的埃姆林 怀特忽然看见了无边挥舞 听到了世界的话语 他异常惊乐的无声低语道 他怎么知道 我能弄到心眼蜡烛 第六十九章 哀求 短暂的错误后 埃姆林忍不住左右张望了一下 有点怀疑 世界就潜伏在周围 是不多的那几位信徒之一 要知道 他从未在塔罗会里 提到过心眼蜡烛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平时也很少 与别人冲突 几乎没用过任何神奇物品 洛飞埃姆林当初有被种下 经常来丰收教堂的心理暗示 并得到夏洛克 莫里亚蒂的提醒 于后续询问了主教 他本人都难以知晓 心眼蜡烛的存在 这个瞬间 埃姆林看谁都像是世界 无论是那个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 还是包着灰暗头巾的老太太 亦或者长相秀丽的时髦女郎 在他眼里 都与世界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不行 我得询问清楚 他竟然对我周围的情况如此了解 就连在愚者先生面前 有些事情我都没有提过 埃姆林真的有点被吓到 站起身来 走入后面的神职人员休息室 于安静无人的环境里回应道 尊敬的愚者先生 我想直接和世界交谈 不到十秒钟 埃姆林眼前 就有潮水般的深红光芒涌来 将它淹没 然后 他发现自己 回到了灰雾之上 回到了那座巍峨壮丽的宫殿内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 而斑驳长桌最下手 身影模糊的世界 已在等待 相比过去 埃姆林已有了很大改善 他没急着与世界对话 先向高聚上手 悠然旁观的愚者先生行了一礼 才望着目标 开口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能弄到心眼蜡烛 世界在克莱恩操纵下 迪雅笑道 我们或许见不面 他没有说的太多 指点出了关键 至于对方能不能猜到实际情况 那就是 他自己的问题 当然 克莱恩认为 埃姆林暂时没法联想到 夏洛克 莫里亚地 毕竟缺乏必要的线索 埃姆林眉头一点点皱起 有了一个又一个怀疑对象 可又没法确定谁才是世界 塔罗会的成员没有恶意 见埃姆林许久没有说话 世界又补充了一句 哼 总有一天 我能把你找出来 埃姆林无声自语了一句 转而问道 你拿心眼蜡烛做什么 我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才能借出这件神奇物品 克莱恩控制住 想抬起柔太阳穴的右手 让世界沉默了下道 治疗我的精神问题 治疗 精神问题 埃姆林忍不住向后缩了缩身体 旋即又挺着了腰背 再看世界 他眼中的神采分明在说 是个危险的疯子 心眼蜡烛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 埃姆林想了想 只能见你半天 没问题吧 可以 克莱恩忍着脑海内声音的恐吓与哀求 操纵世界回答道 心眼蜡烛如果有效 克莱恩在一刻钟内就能解决问题 若是没什么作用 那他拿在手里几天几个月都一样 所以 租赁时间并不是关键 他完全不在意这方面的要求 埃姆林心算了两秒道 租金是300磅 以及往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上 记录五页非凡能力 他将自己要负担的事情 分了一半出去 五页 这家伙究竟用了多少页啊 克莱恩边付匪 边让世界道 没问题 达成交易后 埃姆林立刻回到现实世界 走出了丰收教堂的神职人员休息室 望了眼站在圣坛旁边 等待着与信徒们交流的半巨人主教 乌特拉夫斯基 埃姆林突然有点忐忑 虽然他在世界面前说得很有把握 但实际上 他之前从未向神父借过类似物品 根本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态度 视线不自觉地犹疑 埃姆林下意识 将不大的祈祷厅环顾了一圈 我帮神父帮教 汇救了许多感染瘟疫的平民 并一直在教导愿意学习的人草药知识 让大帝母神的信仰 在这个区域得到相对不错的传播 借半天心眼蜡烛怎么了 埃姆林下巴一台 走向需要养识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清了清喉咙道 我有一个朋友精神出了问题 我想借一下心眼蜡烛 他没直接提自己做出的贡献 因为他的骄傲 不允许他这么做 乌特拉夫斯基神父 低头看了眼神穿教士袍的埃姆林 温和笑道 好 这就行了 埃姆林一下有点愣住 不敢相信 神父就这样答应了 他没有顺势接受 忍不住多嘴问道 你不害怕 我弄丢那根蜡烛吗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面带笑容地回答道 每个人每件物品 都有自己的尽头 都会回到大地 深埋于土中 重新再发芽 抽掌和开花 一世又一世 这就是万物的命运 如果星眼蜡烛丢失 那说明 我和他之间的联系 已经走到了尽头 必须耐心听候命运 和母亲的安排 星眼蜡烛是否丢失 是他的命运 而我会不会因此被你打死 也是命运 埃姆林复匪了一句 没再多问 接过了半巨人神父 给的那截奇异蜡烛 接着 他借口给朋友治病 离开丰收教堂 随意找了家旅馆 布置起献祭仪式 挥舞之上 克莱恩又一次拿到了那根星眼蜡烛 这件神奇物品 似乎已燃烧了一大半 外面裹着层人皮式的事物 有好几个疙瘩凸显了出来 他的竹蕊很短 通体漆黑 有细密的鳞片状花纹 克莱恩没有耽搁 不给富人格成长起来的机会 要趁他弱小 将问题彻底解决 否则等待他本人的 将是不可更改的失控命运 而挥舞之上 这片神秘空间的环境 能把两个人格内部战斗 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完全屏蔽 呼 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 伸手招来了海神权杖 这一刻 他没做占卜 因为无法确定 我这个名词会指向谁 结果自然也就没什么意义 啪 克莱恩打了个响指 点燃了那心眼蜡烛 漆黑的竹蕊上 淡蓝色的灵性火焰 静静散发出光芒 照亮了巨人居所般的宫殿 不知不觉间 环境发生了变化 橱柜 书桌 煤炉 高低床和瓦斯寄废器 同时映入了克莱恩的眼睛 窗外飞红的月光无声照入 让每一件事物都披上轻杀 这是莫雷蒂家之前居住的 那个公寓房间 这是克莱恩 莫雷蒂 开枪资金的地方 此时 一道人影正坐在高低床下方 表情扭曲地看着 手提海神权杖的克莱恩 他黑发 鹤铜 体型单薄 五官普通 轮廓较身 有明显的书卷气息 俨然是另一个克莱恩 这克莱恩露出愤怒的表情道 你占据了我的身体 难道还想让我的灵彻底里面 我才是克莱恩 莫雷蒂 你这个卑鄙的无耻的穿越者 寄生者 他似乎刚成长起来 还没办法利用外界的事物 克莱恩没有回应 表情凝重地一步步走了过去 那克莱恩的神情慢慢变化 恐惧逐渐占据了他的眼眸 他身体蜷缩起来 略有点站立地哀求道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你抢我的哥哥 抢我的妹妹 抢我的人生 难道还不够吗 我会安静地待在身体里 帮你分析问题 给你建议 绝对不会和你争抢控制权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克莱恩依旧没有说话 抬起了握着海神权杖的右手 那个克莱恩 已是满脸泪水 又气愤又害怕地喊道 我只是想提醒你 如果不是为了提醒你 我怎么会暴露自己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我没有恶意 克莱恩沉默地注视着对方 让海神权杖的青蓝色宝石 一颗颗亮起 一道道闪电瞬间凸显 扭曲着 纠缠着 如风暴一样 笼罩了那个克莱恩 淒厉地惨叫里 那身影迅速消散 被一道道电蛇 抹去了所有的痕迹 不愧是我自己 知道我内心柔软的地方在哪里 知道怎么哀求最有效果 不过 我之前已经认清了自己 是融合了克莱恩记忆碎片 和部分情感的周明锐 如果放过你 就等于把两者分开 承认对立 那我只要回到现实世界 立刻就会失控 克莱恩放下权杖 闭上眼睛 低声窥探道 然后 始终保持着清醒的他 离开了这心灵的世界 第七十章 后续的办法 再次睁开眼睛时 克莱恩脑海内的恐吓与哀求 已全部消失 前方淡蓝色的火焰 依旧在漆黑的竹蕊上 静静燃烧 他认真审视了下 自身灵体的状态 确认混乱的痕迹已全部不见 气场颜色也变得纯粹 不再斑驳 总算解决了 克莱恩呼了口气 放下海神权杖 趴地打了个响指 让心眼蜡烛瞬间熄灭 他没有立刻返回现实世界 在挥晤之上安静地坐了一阵 于这没有任何声音传出的地方 抚平着排解着内心残存的负面情绪 经过这件事情 克莱恩比以往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超凡之路 是一条时刻对抗着疯狂与危险的道路 所有的非凡者 稍有不慎 就可能在内部因素或外界刺激的影响下 濒临失控 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而一旦症状表露 又解决得不够及时 再想要挽救 会变得异常困难 这次产生富人格 内外因素都有 源头是我本身为穿越者 但又融合了克莱恩 莫雷蒂的记忆碎片和部分情感 天然就有人格分裂的潜在倾向 再加上最近为了窃取安提格努斯家族笔记 为了扮演道恩 唐太斯 可以说像是行走于深渊边缘 压力非常大 被内部看守者失控的精神污染和刺激后 问题立刻就爆发了 克莱恩一边抬手揉了下太阳穴 一边消失在了灰雾之上 刚回到体内 克莱恩突然觉得 心灵轻松通透了不手 仿佛落满尘埃的玻璃 被认真擦拭了一遍 而多服食的无面人魔药 已彻底消化 富人格的出现 果然有之前种种心理问题作为诱因 这次利用心眼蜡烛解决问题 相当于接受了一次全面有效的精神分析 短时内 这方面不会有什么隐患了 不过 还是得时刻注意 多自我调节 不能疏忽大意 他能明显地感知到 本身自我认知 自我认同的程度有加深 原本时常会有的抽离意味 随之减弱了不少 想不到赢得与富人格的争斗 还有这种好处 如果不是富人格再次产生 会更强大更难对付 我都想再人格分裂几次 再杀自己 几次 克莱恩摇头失笑 自嘲了两句 坦白地讲 换做别人 仅仅这一次人格分裂 都相当危险 难以解决 也就是他知道 哪里有心眼蜡烛 知道能怎么获得 知道问题的实质 并有处理的经验 才能及时消除隐患 不让富人格成长起来 否则最好也是 乌特拉夫斯基主教 当初那种状态 最差则是逐渐失控 难以逆转 而且 我还有一位心理医生备用 克莱恩低笑医生 缓步走回房间 做到了安乐以上 他再次回味了下今天的遭遇 从中提取着 以后需要注意的事项 不免者途径的中序列 如果失控 能通过拉人入梦这种方式 直接进行精神方面的污染 高序列大部分途径的失控者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他们往往都是一变为怪物 通过相应的非凡能力 控制或攻击目标 很难将本身受到的污染 传递过去 除了不免者途径的 中序列失控者能做到 观众途径的应该也可以 遇到类似的敌人 不抢先清除 真的连防御 都不知道该怎么防御 还有 虽然我弄清楚了 内部看守者的状态 弄清楚了 他们与封印核心的关系 但相应的问题也产生了 我如果想伪装潜入 该怎么制造 被封印核心侵蚀的表现 并且不被他识破 克莱恩仔细考虑了一阵 完全没有思路 只好站起身来 走到书桌前方 拿起钢笔 于一张白纸上 画出隐秘和窥视的复合符号 他这是在召唤魔镜阿罗德斯 主卧室内的全身镜表面 豁然荡起了无形的水波 点点银色光芒月初 勾勒成一个个鲁恩文 伟大的至高的主人 您忠诚的谦卑的听话的仆人阿罗德斯 时刻等待着为您效劳 我之前的行为 对您现在的形象 造成了一定损害 我 我很惶恐 很愧疚 您 您能接受我的歉意吗 这次既然知道认错了 克莱恩喝了一声道 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好的 全身镜的表面 蹦出了新的单词 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 有 克莱恩斟酌了下道 黑夜教会的内部看守者 都被查尼斯门后 封印核心的力量侵蚀 状态与一般非凡者不同 有什么办法能够完美伪装 那一个个银白单词 蠕动变化 勾勒出全新的内容 伟大的主人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牺牲您的密偶 让他接受封印核心力量的侵蚀 逐渐改变状态 与那些内部看守者一致 然后您再将他容纳于体内 欺瞒过封印核心 还能这样 确实是个思路 不过 一个序列五愿魂制成的密偶 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 想得到高序列魔药的配方和材料 果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克莱恩想了想到 那么 怎么让密偶接受封印核心的侵蚀呢 正常来说 怨魂密偶 可能刚靠近查尼斯门 或者出现于大祈祷厅 就被封印力量发现 强行进化或驱散了 全身进表面 水波再次浮动 映照出了一道人影 那人影带着老气的纱帽 身材高挑 长发显出绿色 正是神秘女王贝尔纳黛 伟大的主人 您得寻求她的帮助 阿罗德斯拼凑银色单词解释了一句 她 神秘女王又不是黑夜途径的 怎么提供帮助 或者 她有一件封印物 对应黑夜途径的高序列 与查尼斯门后的封印核心类同 正好 心之上将需要神化生物的一滴血液 到时候 除了给威尔 昂塞听让她满意的事物 还得支付我的中介费 这就是中介费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道 很好 你可以回去了 是 伟大的至高的主人 您忠心的卑微的仆人阿罗德斯 等待您再次召唤 银白单词浮现的同时 阿罗德斯还在镜面上 勾勒出了一只捏着手帕 不停摇动的手掌 克莱恩看得嘴角抽动了一下 一时尽不知道该有怎样的反应 西区 奥德拉家族的别墅内 埃姆林 怀特擒着若有肆无的笑容 在起居室内 随意找了张丹仁沙发坐下 他的鞋对面 另一位血族男爵 鲁斯 巴托里 端着装有血液的酒杯 眼睛微眯地注视着他 毫不掩饰地表露厌恶憎恨的情绪 鲁斯 巴托里在狩猎第一个原始月亮信徒时 不仅本身受伤 还被埃姆林抢走了战利品 你这样的表现 只会让我愉悦 埃姆林暗笑一声 侧头望向推门而入的卡西米 奥德拉 等待着这位男爵宣布结果 给予奖品 卡西米强迫自己 无视埃姆林的目光 走至壁如前方 对在场所有血族道 这次召集你们过来 是因为狩猎竞赛 已经决出了最终的获胜者 谁 一位为血族左右张望 看着彼此 猜测是谁获得了胜利 他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于鲁斯 巴托里 几乎没人认为是埃姆林 怀特 只有鲁斯 巴托里隐约猜到了点什么 目光满是恶然地 投向了那个该死的家伙 卡西米悄然叹了口气道 埃姆林 怀特 以猎杀三个目标 自动获得胜利 什么 已有年轻血族脱口出 不敢相信 血族是一个成员数量 远比不上人类的种族 在贝克兰德的 更是只有其中一部分 所以 彼此间都不陌生 埃姆林是怎样的血族 大家都很清楚